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飞迎回到One World Flyer 今天我会和大家由多伦多的1号客运大楼飞去美国波士顿 搭的是加拿大快运航空的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E175型号客机 你看我说话有很多武器出来的, 因为现在在多伦多只有零下落 我现在走进去客运大楼里面 多伦多的1号客运大楼是全国最大的客运大楼 亦都是全球第十二大的客运大楼 用这个客运大楼的航空公司是加拿大航空 其他星空联盟的航空和阿联游航空 我现在就来到家航的check-in櫃台了 我昨天就在德国飞过来的 在德国那边check-in的时候已经有家航的登机牌去波士顿 所以来到这里不用check-in,直接去安件和过关去美国 在多伦多、阿布扎比和某些其他城市 如果你是搭飞机去美国的话 你可以在当地的领土,即加拿大,过定关入美国 即是说航空机会好似内陆机 你去到美国直接拿行李,不用过关了 即是有点像搭巴士去深圳 你去到深圳才离港,离开香港范围的关 刚才的安件多伦多那边很快 不过美国的关很久,排队等了50分钟 来到这个离境范围没什么特别的 是有几间免税店和食肆 我现在在我的闸口F62等我班机去波士顿 我就在这里顺便插一下电话 临登机前有个广报叫所有转机的乘客去柜台 检查一下身份证明文件 职员很好人格,我们聊天之外 他顺便升级我去经济仓多些脚步空间的位置 现在我已经上了家航化运航空公司的E175型号客机了 我今天的座位是14F 这格客机的经济仓座位偏排是22 正常的话脚步空间是31寸 不过我位置大约有34寸 你会留意到这格短途机也有一部电视台和USB插头 桌子很大,不过不能摺起和拉前拉口 这里有个椅背袋和脚步空间非常阔落 所以我给大家线的一个大线 我现在在线的按摩 大家可以找到一个货币 我们需要衡払在两个大线 您可以重新到 autobody 您可以将现在提挡货位的连速度 加拿大的法定語言是英文和法文 有五成的加拿大人在家中講英文 而有兩成是講法文 所以這裡的廣播是有英文和法文 而我現在講的廣東話 在加拿大是第四最多人講的語言 普通話是第三 方法覆進行方法共感 Judith立五成 從從來鴻達inned paycheck 五成 要注意 ON,需要太大火力,要用空手机 要用可以用手机器 要用手机器 在拖廓中的手机器 是授的自己的机器 谢谢 是您的安全帽子,您是您的安全帽子 谢谢 我聽到一個叫聲, 我聽到一個叫聲, 或是一個雞蛋, 或是一隻雞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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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